江峰眠还未来得及回到莲花误想对策,蓝家温家的通告已经发出,这使他措手不及的同时也惊慌不已。 于是乎也开启了他第无数次的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妥协地娶了于子渊这个猪队友。 在后悔完自己妥协地娶了于子渊后,又开始怨恨起了魏长泽和藏色散人夫妻二人当初为何为了自己不愿娶于子渊,而故意散不出的谣言,抛弃他去做世人所知的神仙眷侣。 可他却全然忘了,魏长泽和藏色散人夫妻之所以帮他江峰眠坐稳江氏宗主的位置,不过是他江峰眠算计了自己的亲弟弟江峰裕,才得来了他们夫妻迫于好友最后的请求,才决定一时地帮助他而已。 江峰眠看着手中的两份温家和蓝家的通告,开始冷静下来,让自己放空思想去想对策。 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江艳离来,眼中一闪而过的算计,若有所思起来。 而江家的这一切与云深不知处和齐山温氏没有任何关系。 云深不知处,惠客厅雅士,温家绍宗主温黎温玉林向蓝起人行了一礼蓝先生。 小子温黎温玉林,乃散修魏长泽和藏色散人长子,阿英的双胞胎哥哥。 蓝起人看着温黎的礼仪,满意地点点头,又看了看一边自己的徒弟卫英,语气温和道恩。 温少主不必多礼,坐下说吧。 卫英听了这话,迫不及待地上前去把自己哥哥按在自己身边的空位坐下。 嘴里欢快地道哥哥,哥哥你终于来看阿英了。 我跟你说,哥哥这是蓝湛蓝望鸡,你不可以叫他蓝湛哦。 哥哥,我好想你啊。 一旁的温若寒和蓝起人坐着喝茶,看着卫英欢喜地拉着哥哥说话,两人都很心疼卫英。 也就默默地坐在一旁喝茶,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打扰两兄弟的谈话。 不知过了多久,温离温和地开口打断卫英的叽叽喳喳,安抚着到阿英等晚会回去了。 我们兄弟在聊,哥哥也想你,现在你先去见过舅舅,我们先谈正事,好吗? 卫英委屈地看着自家哥哥,不情不愿道,好。 这才拉着蓝湛的手,来到温若寒身边行礼,声音中带着点点不满卫英见过舅舅。 跟在卫英身边的蓝湛,面无表情,声音无波无澜到小子蓝望鸡,见过温宗主。 温若寒看着小外甥的不高兴,有些心慌的道额,蓝家小子不必多礼。 那个啊,阿英啊,是你兄长让你来找舅舅的,你可不能不认舅舅啊,蓝望鸡事,温宗主。 回答了温若寒以后,就站在卫英身旁,担忧地看着卫英,不动了。 卫英不满地哼了一声,嘴里到阿英知道,阿英不会不认舅舅,但阿英还是很不高兴,舅舅不来看阿英。 温若寒理亏那个,阿英啊,不是舅舅不想来看你,实在是, 不方便啊。 不等卫英回话,温离好笑的倒好了,阿英,你别逗舅舅了,我们先说正事吧。 温离话音刚落,门外传来蓝望的声音,舒服。 蓝启人看了几人一眼,对着门外到西沉啊,进来吧。 蓝望进入屋中,对着蓝启人和温若寒行了一礼温宗主,舒服。 随后看向一旁道温少主,阿湛,阿英。 蓝启人满意地看着大侄子道恩,西沉坐下一起吧。 蓝幻视,舒服。 随后,走到蓝湛身边坐下。 温离看了一眼蓝西沉,这才对着温若寒道舅舅,这次蓝家听学结束,该轮到我们温家举行清谈会了吧。 时机已到,也该是我和阿英为父母报仇了。 温离声音很是平静,眼神却盯着桌面,仿佛出了神般。 魏无羡,疑惑不解地看着自己哥哥哥哥。 阿爹阿娘,很是疑惑,她一直以为父母是意外身亡的,所以不明白哥哥说的为父母报仇是什么意思。 而她聪明的脑袋其实很快就明白了过来,可又下意识地去否认她。 魏无羡声音哽咽中带着颤抖,却不得不询问哥哥你的意思是阿爹和阿娘的身亡不是意外。 是他杀。 魏英情绪有些不稳,小心翼翼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哥哥,声音中带着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胆寒。 温黎看着这样的弟弟,虽心生不忍,却也知道,自己的弟弟有权知道一切真相。 所以还是说道是,阿英我们的母亲藏色散人适合温家、蓝家、聂家、金家、江家老祖宗一辈地抱山散人的弟子。 我们的父亲魏长泽是隐世大能逍遥道子的关门弟子。 可以说,他们俩任意一个的武力都是如今修真界中的天花板。 更何况是他们夫妻加在一起的武力值呢? 这修真界中的邪碎如何杀得了他们夫妻呢? 就算有,为何会在修真界中没有任何记载呢? 温黎情绪始终很平静。 温黎认真看着弟弟到当初舅舅闭关,我接到了父母的传信,我就打开看了。 信中内容是让舅舅找人去怡陵那家客栈照顾一下你,或者是将你接回奇山照顾。 我便立刻让人带我去了怡陵寻找他们,也吩咐了人去客栈接你。 温黎我吩咐的人找到你时,正好看见你的房间中有个黑衣男子正鬼鬼祟祟的准备抱起熟睡的你离开。 我的人立刻将那人抓住,经过搜身,发现唯一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居然是腰间那铃铛。 那人见事情败露,当场咬碎了口中的药物自尽了,我得知消息派人去查,才知他是将封眠自己给自己培养的暗卫。 温黎得知这个消息时,我猜测父母他们可能已经凶多吉少了,于是我吩咐他们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我则让大长老加速带我去寻找父母他们,也正好看到了父亲从背后被江峰眠偷袭而亡,母亲被于子渊用子电抽出魂魄,魂飞魄散。 温黎,大长老告诉我那地方有意,我想去救父母,母亲当时应该是看到我了的。 他用口形让我快走,大长老看我情绪激动,也将我打晕了带走,等我再次醒来,就是和你在一起了。 我后来才知道,父母将我的身份隐藏下来,所以世人只知他们夫妻名下只有你一个孩子。 温黎儿,大长老之所以会打晕我,是因为我当时情绪不稳定,急火攻心差点没缓过来,跟随父母的脚步而去。 也正是这样,才防止了我的暴露,又害怕我再一次情绪不稳定,才会把我带去你的身边。 也是为了让我能为了你,稳住自己的身体情况。 温黎儿温家当时的情况,也不是很太平,所以我不能让你也暴露在温家的明面上。 想了很久,最终才下定决心,将你送来了蓝氏。 温黎儿后来,我却找过父母的遗体,却怎么也找不到,就在我抱着侥幸心理时,我听到了父母被他们夫妻挫骨扬灰的消息。 温黎儿与此同时,我也听到了姜丰眠看中了你的天赋,想将你培养成他儿子姜婉淫的死士。 所以他们原本的打算是将你扔在宜陵大街流浪个几年,为了你不能被别人收养或被人拐走,便派人去监视你,等过了几年你忘得差不多时,姜丰眠再如救世主般出现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能效忠他姜家,效忠他姜婉淫了。 温黎儿,只可惜你被人带走,不知所踪了。 后来姜丰眠虽怀疑蓝老先生收的徒弟是你,却因你姓蓝,他不得不放弃你,改了计划。 这次他让姜婉淫过来,听学的主要目的不只是为了让他结交世家弟子,也是为了确定你是不是魏英。 如果是,姜丰眠想通过你跟兰家搭上关系,如果不是,他可能会找人冒充你博取世人的好感,为他将是提高名誉。 温黎奈何他儿子姜婉淫太废了,这次来兰家不仅没搭上人,反而还成了仇,甚至还得罪了温家。 温浩宇诉说这些的时候,始终都是平静的。 平静到温若寒都感觉到温浩宇的不正常了。 温若寒担忧地到玉林。 魏无羡一直都很是平静地听着,见自家哥哥说完了,这才控制不住的泪流满面,声音哽咽,上前抱住温黎道哥哥阿英在,你还有阿英,还有舅舅,我们一起为阿爹阿娘报仇,你不是一个人。 魏英听了温黎的话,从开始的愤怒到后来的悲伤,却也很快地发现了温黎的不正常。 可能是双胞胎的特殊感应吧,魏英没有打断温黎的讲述,等温黎说完,才走到温黎身边。 抱着温黎,哭得很是悲伤,却还是担忧温黎的情绪,告诉温黎,自己在。